在湍急的山间溪流中 想要获得一席之地 没有一点特殊技能 可不行 瞧 这个躲在石头里的小家伙 叫做石鹅 准确地来说 应该叫做石鹅幼虫 石鹅幼虫在水下生活 为了更好地适应湍急的水流 以及保护柔软的身体 它们用石头编织了一个睡袋一样的房子 躲在里面 就像寄居蟹一样 带着这个石头做的房子四处游走 那么这个可以移动的石头城堡 是怎么被石鹅建造出来的呢 首先 石鹅幼虫会四处寻觅 在乱石堆中翻找合适的石块 石鹅幼虫可是个挑剔的小家伙 如果找到的石头尺寸不符合要求 就会丢在一边或者垒在自己身上 只有形状大小都符合要求的石头 才会被它拿来当成盖房子的材料 当找到合适大小的石块后 石鹅幼虫便会旋转石头 让石头的形状正好与房子契合 接着它便会开始分泌丝线 用丝线把石头织在一起 就像盖房子一样 把石头一块块垒起来 就这样一座移动的城堡就完成了 由于石鹅的移动城堡是用周围的碎石做的 所以这个房子也起到了非常好的隐蔽作用 和环境融为一体 那能不能用其他材料做呢 比如树叶 答案当然是可以的 看到这个像木棍一样四处移动的小家伙 就是另一种石鹅 他们喜欢利用水底的枯叶来编织自己的房子 它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石鹅会用口气把枯叶切成一个初不合适的大小 切下来的部分还需要经过反复的修剪和打磨 精修成完全契合的尺寸 接着把精心修整的枯叶片擺放在合适的位置 利用线体分泌丝线 将新材切的叶片与原有的叶片壳固定在一起 有点类似于家残作茧时候的样子 就这样 他们不断的把树叶碎片围在自己的身边 就完成了自己的房子 那么在这个密闭的房子里面 他们是怎么呼吸的呢 其实这个房子并不是密不透风的 房子的末端是开口的 石鹅幼虫会不断摆动腹部 加速水流通过 利用身上的呼吸鳞毛从水中获取足够的氧气 进行气体交换 石鹅不但需要充足的氧气 对水体的清洁度要求也很高 它们通常需要在含氧量高 且水质非常好的水体环境中生活 所以石鹅是一种很好的水质指标生物 如果你在水中发现了它们的存在 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水质非常的优秀 可以观察一下 你家附近的水域里有石鹅吗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 探寻城市的精灵 寻觅丛林的故事 那就点赞关注和收藏吧 这里是TIC 密件丛林频道